現實版下樓上車 還問老太現身 有人帶狗進超市 狗狗在熟食區左聞右聞 職員擔心衛生問題 多番勸員無效 狗主還惡人才告狀 年過80的宅婆婆跌倒受傷 竟然被親生子逼入老人院 還刪斷四次阻止她出院 家裡超過100萬的財物不易而飛 立刻凍將細亡 歡迎收看東張西蒙 今天政府宣布將會送出50萬機票 給香港居民和旅客 由3月1日開始 會透過抽獎、玩遊戲 和買一送一等等的方式 來送出機票 預計可以吸引超過150萬的旅客 來香港 剛才也說過, 香港居民也有份 8月將會送出100萬張機票 給大家祝大家好運 至於以下這件事 不能靜靠好運, 還要靠自律 你看, 聞一下 長野原的水果, 你看看 婆婆, 可能進來你看不到 外面有個牌寫著 寵物不能入內 不可以為這樣的情節 只會在戲劇中看到 現實中下樓上車族的敏老太 早前現身在元朗 我們收到報料 有狗主帶狗仔去超市購物 這輛狗車當時也沒有遮掩 兩隻狗仔的頭都全出現 當經過食品區的時候 還會衝前去嗅 好像有點不衛生 不可以去超市 手提升, 麻煩 提升, 麻煩 沒有在地下 沒有在地下, 便會拿 先回來, 不好意思 尤其是這個, 我觸了 拿個電話 可以… 他已經在看過電話 前日大約是六點、七點鐘 這段時間 我們逛逛了一段時間的時候 看到一個女人推著 有一個狗車 那個狗車裡面有兩隻狗 那個狗車沒有蓋蓋著 沒有戴口罩之類的 他就推去一個熟食區的地方 把那個狗車 把那些貨物車的隔離 這樣 我就觀察了一段時間 我想都是 看看那個情況 就是有沒有那些職員 去施先醫 這樣 也挺噁心的 我看到那些狗 控制那些貨物車的部份 我不知道 因為我看不到角度的問題 不知道他的口腦水 脫液有沒有 就是牽到那些貨物 但當時也覺得 我特價大哥 那不是親的 不只顧小姐這麼說 很多街坊都認為 不應該讓狗進超市購物 超級市場的人多 你帶狗進去 有很多人會害怕狗 再其次 狗不生性 走到那麼順口 牠就扔那隻腳來噴尿 不太好 有狗毛的 要有衛生 超市門口也張貼了告示 除了刀蠻犬之外 請勿攜帶寵物入店 就當日的事件 我們向攝市的超市查詢 不過他們在折稿之前 並沒有回覆 其實根據法例 任何人都不可以帶狗隻 進入食物業廚所 違規人士可以被判罰款一萬 及鑑禁三個月 各位舊主,記住了 早前政府就放寬了香港 和內地的通關措施 有消息就說 旺江和羅湖口岸 將會在2月6日 即是下星期一全面通關 對,到時候可能會取消 潮網內地的配銀 以及核酸檢查 所以如果大家要有內地的朋友 要多加留意 至於有寵物的你們 一定要留意 以限這個展覽 很多東西買,很多東西玩 香港寵物節今天開朗 難怪一眾寵物和主人 都這麼急排隊入場掃便宜貨 大家都已經有明確目標 我在大陸那裡住了 是嗎? 我回到來,打算在這裡找找 看看是否有商機 都要買,要買糧,貓沙那些 因為又要買一些儲物糧 來到這裡便宜一點 對,剛好就買給他們 是,那我買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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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怎樣計算 可以實物看到,你會有信心一點 對,如果網上看就要猜 因為試過網上買過 有時候會有點不差 天氣冷,一眾貓爐、狗爐 當然要為主子添衣 看看有什麼漂亮的衣服 今年雙春兼若雨,很多人結婚 所以我們婚紗系列都很受歡迎 除了女生之外,我們也做了很多西裝 今年特別推出了很多西裝 男生都可以穿上 還有,以前季的衣服可能是中型狗 現在也去到2X,或者我們可以訂做 會場這麼大,走到氣咳 人和寵物都要補補,立刻幫到你 Stephanie,小動物是否都可以吃補品 可以,主要是溫補而沒有負載用的 天然補健品 主要現在幫得最多的情況 就是貓貓容易的Catthru 長期感冒的問題 容易流眼水、鼻水的情況 或者狗仔容易的氣喘吸收 都是我們受到最多好評的 除了掃便貨,大會還設有爬蟲市集 大家可以跟它們打個Cat 包括金光閃閃的彩虹丘蟻蟲 世界上最大的海黑歷斯長蹟大鬥 還有各種爬蟲類動物 展覽由今天起到星期日 會在會展舉行一眾寵物迷 Action吧 今天凌晨時分,在旺角出現了偷雞賊 有一間位於波蘭街 以花雕醉雞馳名的刀削面館 放在門外的36隻冰鮮雞 不迎而飛 餐廳經理就說 工人會在凌晨時間 但將一箱箱的雞擺在門口 他翻查閉路電視 才知道雞被人偷了 損失接近二千元 無名而去的食客 可能會感到非常失望 年過80的雜婆婆跌倒受傷 竟然被親生子逼入老人院 還三番四次阻止她出院 家裡超過一百萬的財物不易而非 究竟是誰的所謂 稍後東張西望 回到東張西望 最近疑似有的士司機 在網上平台分享召車的趣事 話說有個客人 願意頂他二十元雞貼士 但要搬二十公斤重的鷹泥 算了, 即是一元一公斤 二十元這麼多? 但有網民其實 都不建議司機接單 因為鷹泥又髒又重 穿了怎麼辦? 以及車程這麼短, 二十元怎麼夠? 是, 可能他要多付錢 或者用另一個方法 才能夠解決這件事 至於以下這家人 發生的事件一切都由錢開始 渣婆婆今年八十歲 兩個兒子分別都已經成家立室 一直都挺順暢 誰知道他現在這麼臭蕩, 這麼壞 那時候我沒想到他 侯著我銀行那些 沒想到是他進來知道的 進來爆我 總之想到就整晚都睡不著 就這樣吧 渣婆婆整副身家忽然沒有了 會是誰偷了呢? 他口中的臭小子又是誰呢? 自從丈夫過世, 他一直獨居 直至去年八月 到街上買雞蛋的時候 不小心跌倒了 因為我的大兒子 他很遠上班 他在機場地盤工作 我知道他早上六點出門口 晚上七點才回來 我就告訴小兒子 我知道他很多時候也有空在家 他做生意的 方便一點, 小兒子 第二天叫他, 他又來 由於大腿骨折 渣婆婆住了醫院一個星期左右 準備出院的時候 小兒子提出這樣的要求 小兒子叫我去老人園 我說我不去 他說好, 住了兩三年 政府給錢了 又有幾千元欺騙政府 他真的這樣說 我沒有冤枉我兒子 我根本很疼他 你聽到他這樣說, 你覺得怎麼樣? 我說我不去 還沒出院之前 我開架兩頭走, 沒事的 即是能走走走走走到處走到處 後來他找了十字車 不知道他送了我護老院 知道當時哪家護老院嗎? 我不知道, 什麼都不知道 我打電話叫大兒子 我說救命 我說我進來20天都不會出去 出院變成入護老院 對渣婆婆來說, 簡直是晴天霹靂 過去大兒子一直是渣婆婆住院期間 第一聯絡人 剛好那段時間工作很忙 醫院幾次都找不到他 他問我有另一個電話 我可否轉為第一聯絡人 我說可以,你找他 那是我弟弟,也可以 後來我沒有收過任何電話 我再收到電話 就是我媽媽求救電話 大概在九月的時候 我叫他拿電話給身邊的人 找到其中一個阿嬸 後來他給了地址和電話給我 我就索性打電話給他 後來知道那個老人院 然後他進入了老人院 我說媽媽,你進入了老人院 我媽媽說要出來 我問他,我媽媽可否出來 他們可以的 我約了時間,因為我媽媽要洗腎 在洗腎之間的時間 他說讓我帶我媽媽出來回家 但到第二天的時候 我收到老人院電話 他說你不能帶他走 我問甚麼原因不能帶他走 他說保證人不可以帶他走 我說甚麼是保證人 他說你弟弟 你自己有沒有跟弟弟說過 沒有,我不會帶他 你們不斷沒辦法談 沒辦法 大兒子不可以談 其就其在其他親戚可以 有一個人是我弟弟 跟我的阿琴來 他兩夫妻來探望我 他就被大兒子的媳婦帶他來 他扮演他的門 他說疫情,不要探望他 他說我睡覺了,不聽,不見他 誰是他?誰是他說的 那個管理人 那個護老演的管理人 他怕他帶我走 他跟我的小兒子已經聯盟了 要我在這裡住,住三幾年了 他以為我三幾年會死 雜婆婆在護老院住了一整二十天 一直都很不習慣 廁所就不准去,拖廁也不准去 用了蠟片 我生兒子,做腳,我都沒試過蠟片 早上一早就去廁所,拖廁了 被管…管夜班的女人 是印尼婆婆 說髒話,罵我什麼樣 他在那裡隔天洗澡 但是要阿嬸…兩個人進洗澡房 就看著你洗澡 我不習慣 接下來發生的事,令他更加心寒 小兒子有沒有來過探望你一戶路 來過不知兩次 第一次來探望我 他媽媽在那裡哭 小兒子,他哭了 媽媽,你給我一個圖章 第二次就來告訴我 小兒子,家裡很混亂 他說什麼?他有人找個東西 我問他,我床底那些金錢有沒有拿 有金嗎?小兒子說有金嗎? 以後都沒有來 以後都沒有進入老人院 即是沒有再來探望你了? 沒有了 小兒子和她的老婆 我知道是他,是他兩夫妻 他擔心家裡的財物不見了 於是馬上聯絡大兒子 我媽媽跟我說 她說弟弟好像在家裡拿了錢 不知道她有這麼多錢 大兒子聽習婆婆吩咐回家檢查 我媽媽放了錢在桌子下面 桌子下面,其實揭在桌子下面有一個洞 洞裡原來有三十萬現金 是爸爸當年剩下的 我媽媽叫我買買金和現金 後來賺的時候已經沒有了 習婆婆家放了她當年的嫁妝 價值十五萬的金器 另外有超過一百七十萬的現金 是丈夫生前死節省死底 剩下下來給她的生活費 換言之 家裡又超過一百九十萬的財物 不極而非 以為甚麼都沒有了 幸好還發現這件事 到最後,我在電話裡 我媽媽跟我說 她還有一個圖章 她們想找圖章 她告訴我在哪裡 我就在這裡找,她在床上 我就拿開這堆東西 拿開了,很多硬硬的 她逐個逐個硬試 我找到其中一個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腥 我打開它,圖章就在這裡 在旁邊也找到銀行簿 還有一張紙 但當時我沒看過那張紙是甚麼 究竟是誰偷了? 幾乎都夫之欲出 門沒有爆過 第二,有鎖匙的應該只有三個人 我媽媽和我弟弟 我奉命去找這件事 我媽媽叫我來找 她的目的就是檢查一下東西是否在這裡 既然都沒有了 唯一的就是我弟弟 期間,大仔一直都嘗試接走 還住在護老院的雜婆婆 不過,護老院忽然聲稱 雜婆婆有腦退化 需要保證人同意才可以帶走 找過很多地方幫忙 終於找到一個牌照部 牌照部跟我說 她說幫我打電話去 來頂一下是否有這樣的事 說腦退化 打開出院的證明 證明我媽媽是沒有腦退化的 是健康的,才出院的 確定了我媽媽由我媽媽決定 出入去哪裡,住哪裡的時候 我媽媽就跟老人院說 她說我要離開 以為終於就可以了 怎料離開當日 護老院職員又說雜婆婆腎有事 硬要求救護車送她去醫院 到了醫院,護老院職員竟然又改口 她有一些神志不清 你幫她驗一驗,神志不清 我說奇怪 我拘捕主診醫生在旁邊 我跟她說 你覺不覺得我媽媽有腦有問題 她說不會 我說你不要再送她去老人院 10月12日後 其實跟老人院沒有約 就停在醫院 到那時 我弟弟堅持要進入老人院 醫生沒辦法 兩兄弟都在有不同意見 最後送了我媽媽去療養院 放在家裡的現金和金器已經沒有了 為何小孩還一直不讓雜婆婆回家 會不會有更大的陰謀呢 關鍵的圖章和串摺,恨寶骨室 又是否什麼事都沒有呢 其實雜婆婆一共不見了多少錢 又是否真的日房夜房加賊難房呢 明天會和大家繼續追查 近日有一間日式的連鎖餐廳市值 蒸發了九億港元 事源有日本的學生哥 去到餐廳裡面 樂作劇的片段放了上網 我們就看到他打開一個豉油瓶蓋 新條泥下去搪 之後還360度搪茶杯邊 再放回原位 其他人有樣學樣 甚至在壽司上加料 再放上書頌帶 還有偷吃壽司,真是缺德 想了解多些 可以去我們東張plus那裡 繼續瀏覽 原來出去吃飯 在餐廳大利哥的風險也這麼高 如果轉買外賣 不知道風險又會是什麼呢 繼早前外賣煲仔飯自焚事件之後 這間連鎖快餐店又出事了 有東章Plus的觀眾Eddie報料 他說前天在這間快餐店的中環分店 買了個臘腸不辜雞煲仔飯 回家慢慢探 誰知出事了 我們都有機會撞到這些情況 那麼重要 就知道吃了 大家刮夠飯下去 其實已經覺得是很難刮的 快餐店以完美飯焦作焦來 完是完 不過不是完美 是完全飯焦 平時你會刮鬆點飯去吃補製飯 所以你就會刮鬆點飯 接著一刮一刮 其實你會見到其他旁邊 或者在近底的地方是動不了那些飯 我想加起來可能只有三四蛋白 你可以放在口裡是鬆的吃到的 正常的 煲仔飯吃飯焦而已 它都標明完美飯焦嘛 這樣一刮 你好像說一刮 你就會覺得 哇 整塊是起了出來 連一些未去到洞底的地方 就整塊都起了出來 反轉底就好像我相信那樣 全塊都是黑色的 你想想煲仔飯要煲到底全部黑色的話 其實你看到上面就算是未洞的那些飯 但基本上你都不會吃到的 因為太硬了已經是去到的 就以上的事件 我們向快餐廳作出查詢 得到的回覆是指 他們對這次的事件都感到非常抱歉 並且承諾會作出內部的調查 也都向這位客人作出賠償 看來我以後吃煲仔飯的時候 之前也要先掃一掃看看飯底 今天時間差不多 明天繼續和大家冬張西望 再見 雜婆婆被小孩逼入護老院 懷疑她偷放在家裡 超過一百七十萬現金 以及十幾萬金器 不過小孩仍然不讓她回家 還有什麼陰謀呢 最終她不見了多少錢 雜婆婆家產離奇失事案 明晚繼續跟進